歡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美國聯準會暫停升級 帶動美國股市連日走洋 台股今天也延續反攻的量能 盤中再大漲百點 台股站回月線 公計線 11月份開紅盤 真的滿血復活了嗎 但是極黨個股要關注 聯電集團的指標股系統 今天出關 結果大場面是向下跌的大場面 但聯家軍老大哥聯電挺出來 聯家軍還有細唱嗎 威盛大軍笑呵呵 集團作帳讓年底行情不降溫嗎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蕭宥明 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好 歡迎分析師李建民 建民老師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好 歡迎分析師吳岳展展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美國股市沒事了嗎 台股昨天公月線 今天再戰季線11月份 有沒有機會滿血復活 還是不要高興太早呢 先來看集團股 輪動當中輪流發威 威盛兩天攻漲停板 真的好強 帶領集團向前衝 誰站上集結區最先表態呢 另外一檔是系統 大家眼睛睜大看 出關第一天怎麼會這樣 被出貨一度還跌停 尖盤中有幾度跌停守不住 是甩叫嗎 還可以坐得穩嗎 請問老蕭老師 電影終於被關緊斃了 但PCB的熱錢流到別支股票 高計今天創高 還能續報嗎 另外全年營收千億元提前達證 是技嘉傳出來的好消息 但技嘉澄清他說 這純屬媒體跟法人預測 怎麼會自打臉呢 AI怎麼辦 請問建民老師 蘋果財報不夠甜嗎 瓶蓋骨澀澀發抖中 但瓶蓋骨位置很低了 買進不怕被燙到 我們看到穩帽 昨天展哥才說站穩 一個關鍵價位 就有續牆的條件 今天站得牢牢的 位階低才剛發動 鹹魚翻身不止一天嗎 請展哥追蹤 趕快回來捨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 十一月份到今天 已經第三個交易日 台北股市這三天表現得 都還算滿勇健的 天時地利人和 大盤今天開小高之後 一路向上挺進 中場上漲110點 收在16507 成交量2666億元 海基電回神囉 今天是小拉尾盤 圍影收最高 聯電呢 這個聯家軍的老大哥 法收會之後的內容 不如外界的預估 聯電是下跌 但今天也回穩收最高 鴻海最近有這個 查稅跟查地的干擾 鴻海是大動作的發出了 富士康發出了重訓闢謠 今天股價看起來 有挺住努力的直顯 台北股市公月線之後 今天很努力的挑戰季線的關卡 本週回血漲了373點 終結週K的連兩黑 但是目前看到季線月線 都是向下彎 向上挺有難度 但至少看起來 短線上面有守住 老蕭老師所講的關鍵價位 反彈之路 一步一步走 不要走得太急 大家還是有希望 慢慢的找到解套的機會嗎 整體上我的看法 就三個交易日 應該是禮拜三 就是未來三天 我們的看法會突破 這一個前波波段的一個高點 各位一定說 會有那麼強嗎 真的會 第一個我們來看 前波的高點 從高點往下做滑落 這個過程其實是沒有量的 然後我們觀察過去四個交易日 它確實是從量能集縮之後 緩步放量 所以這個空間我們預期 直接到週三 渴望挑戰前波高點 總的禮拜三開始 台北股市就開始展現了 多頭的反彈力道 下週的行情 老師要是不看淡 因為從國際財經媒體 給出來的資訊 美股看起來也有一點點 脫離險境了 整體上我們針對台股未來 就整體上未來一週 最主要就是 你會發現到整個集團股 這裡開始在加溫 加上我們認為 除了集團股之外 相關的車用相關概念股 在未來一週也會非常清楚的表態 你說會嗎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一大早 首先我們先看 各大財經網站的看法 路透社它是說 因為市場預期聯準會 就結束升息 就好像我們昨天提到的 這裡一直到明年的五月份 雖然會維持高利率 可是再往上升這個機率不大 所以市場預期聯準會 到明年的五月不至於再升息 所以美股就創了兩週的一個新高點 路透社是這麼告訴我們的 那麼Business Insider 他是講到說 因為公債殖利率暴跌 暴跌了30個基點 然後美股就出現強勁的一個上揚 緊接而來巴隆 他說這個就重要了 他說這個叫猛虎粗雜 攔都攔不住 也就是說特斯拉的市值 這裡上看會衝到4兆美元 然後特斯拉的講法是說 他就是好像特斯拉 被關在一個圈子裡面 你知道嗎 準備要出雜 對 然後球衝出去 他硬是要把它推回來 就衝出去 又推回來 硬是就是說準備做好了 未來這兩個月相關的車用股 有機會出現非常亮眼的一些表現 好 回顧好我們就看剛剛 市場 美國市場 針對接下來大家會怎麼看 第一個 失業率的部分連續兩個月 衝到3.8個百分點 之前在3.4 3.5 過去這兩個月連續拉到 正3.8個百分點 所以失業率是向上的 再來 那麼再來在非農就業數字的部分 其實是33萬 增加33萬6千人 所以整體兩箱抵銷 所以市場認為呢 再升 利率再升 往上升值的機率其實是不高的 好 就業數據看起來 並沒有很樂觀 所以代表說升息的機率並不高 好 我們很快速看一下 就是說 從上個月10月19號 當時呢 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就衝到幾乎是5個百分點 很恐怖 可是問題是 很快速的 10個交易是過去的 然後呢 目前呢 跌落到4.67 其實修正幅度是滿大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 市場 整個華爾街市場 大家又開始重拾信心了 那緊接而來 這個就最明顯了 我們看一下 我們昨天也提到像VIX 所謂的恐慌指數 我們講高點越來越低 低點也越來越低 那整體上 雖然這裡有放量 可是這個量沒得比 就是這個量不具任何的威力 就是說因為這裡有29.42K 這裡就23.01 所以整體上這個反彈 它要站上17.3很難 所以整體上未來一週 它還是持續破底的 公債殖利率下滑了 恐慌指數也上下掉 對國際股市來說 是正面的訊息 尤其是AI概念股 一檔一檔公布的財報 比外界預估的還要好 總算一土燜起 包含了超微 包含了美超微 表現都還不錯 就等11月21號 那個男人揮達的財報 能否給大家 最炸一季的強心爭了 那最近台北股市 這個年底的行情 都要集團股來輪漲輪動 我們昨天講 系統今天出關 但是這個大場面 怎麼是向下跌呢 畢竟它創新高 難免高檔震盪 可是今天系統的下跌 不用怕 連家軍並沒有全部熄火 包含了聯電 包含了聯勇 股價非常的強勢 老師我想問 到12月底 到明年選舉之前 集團股 依然是大家一定要 用力爭大眼鏡看的嗎 對 首先最主要我們的看法 就是整個聯電集團 包括大家會說 系統今天被打到跌停 其實它被打到跌停 就是待於 就因為市場過度的預期 就是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它今天解禁 所以散戶在昨天 就毛起來拚命買 想說今天解禁 我可以賣一個高價 所以昨天買進的 今天就又瘋狂做殺豬 那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嗎 所以我的看法 今天被打到跌停 然後接下來未來一周 它又開始大漲了 所以整體上應該避免這種 憑著感覺去做買賣 你會覺得反倒是會比較輕鬆 所以整體上我們的看法 整個多頭格局 不管是從系統聯勇到聯電 維持非常強勁的 特別是聯電 我們預期週一開始 渴望引領整個集團股 走出非常亮眼的表現 包括威盛集團裡面 像是威盛建達 花心立華 花心科加幫 所以怎麼看未來三個交易日 我們認為會直接突破前波的高點 都是過去 很會標的集團股 大家都很期待 尤其是很久沒有表現的 花心立華集團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威盛 連續兩天的工掌停板 怎麼樣來做切入 對 我們很快去看一下 各位請看 這個是在八月份 這是八月 然後這是九月 這是十月 這是十月 也就是說 威盛前波高點是不是落在155塊 然後它就開始往下跌 跌了之後 它整理了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是不是停在這裡 動也不動 你一轉就是 反正股價不是往上漲 就是往下跌 不然就永遠一直停在這裡 那整體上 因為它一直停在這個階段 那股價每天都會形成買賣 我們講過要去統計 統計什麼 統計集結 所謂的集結就是說 我去看任何一檔股票 不管我想做多 甚至於我要做空 其實都可以的 關鍵在於 你要去統計每一個價格 把每一個該公司的成交的價格 我們去統計它 你就看到這個大集結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 這不是今天 這是昨天 那麼當它站上這個集結區 它不就在告訴你 我要發動攻擊 並且我這個攻擊是往上的 那為什麼不是往下的攻擊 而是往上的 因為它是在集結區之上 就是往上攻擊 那相對的 它今天如果在集結區之下 你就不要指望 你千萬不要拉回買進 因為它要展開波段大跌 你拉回買進 剛好整體一路往下跌 所以要去尋求會漲的股票 你自然而然會比較輕鬆 所以各位 比方說你有加入我們LINE AT的朋友 你可以去對比過去 不管是一天或一個禮拜 甚至於一個月 我們一直幫大家最終衛生集團 那如果您還不是我們LINE AT的 你也可以參加 因為我們所有的資料 我都會放在裡面 那你自己可以去做比對 那比對什麼呢 比對集結區 集結區就是說我們去統計 你畫面上所看到 整個衛生集團的每一檔個股 過去每一個價格的交易量 我們統計它 舉例 比方說威勝它的主要的買賣 落在107到122 也就是說當威勝你看到122 你千萬不能說我逢高賣出 你就看 你剛好做錯 你就錯過了起漲的開始 你逢高賣出 結果從一二二開始衝 就拉一根漲停 今天再一根漲停 你賣出現在拉了兩根漲停 不是逢高賣出是起漲買進 你千千萬萬不要做錯 怎麼不做錯 你從Linead裡面 你可以參加到我們的集結區 OK 再來我們就從下 從做一個觀察 來 各位請看 什麼叫集結區 我們剛剛講到這裡 這裡是12212 你再往左邊看 這個是10月31號 這一天你看我們的得分表 它只有3分 OK 這一天剩1分 你說這個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10月1號 剩1分 那它是不是都壓在這個122以下 重點來了 這天雖然沒有5分 可是是不是正式站上122 走盤 你說逢高賣出 你賺的這個兩塊錢 結果浪費了兩根漲停牌 所以突破集結是站在正向買方 而不是逢高賣出 你會賣錯點位 回過頭來 真正的重點來了就是聯電 就絕對是聯電 各位請看 它今天拿到4分 你看這個集結 倫敦拉耶的成員的 你去看 我們追蹤已經超過3個月了 7 8 9 4 4個月了 當時聯電的最重就是50塊 今天來到40塊 所以週一開始要正式做對決了 這個對決如果讓它站上 我覺得那就一發不可受死 你光是看到威盛站上122 飆了兩根漲停 那聯電該怎麼走 所以你要盯著看 聯電的集結區落在45到50 如果聯電一旦站上50 我們認為整個態勢就會非常明朗 目前最強的是聯勇 那聯勇為什麼會這麼飄悍 我們很快速看一下 來 各位請看 我們把該公司的股價把它接續起來 如果我們不看得分 如果股價一直去 一直去 那你會事後我們來做檢驗 你會發現到什麼時候做切入 你的時間 時間點是最好的 因為一天 因為一天你一直去之後 是不是每天去 對 也不用等待 所以從得分表裡面 第一個站上集結區的 如果你手上的個股 比方說我們像今天 我們這個單元 幫大家追蹤五大類股 那這五大類股 就將近60檔標的股 那這些股票 如果你剛好有這些股票的 股價在集結區之上的 你都不要賣 那代表說 它就是個多方的標的股 好 問題來了 我們看一下台達電 台達電是跌破集結區 你會說 那怎麼辦呢 好 我們看底下 你說底下要看什麼 我們把過去五天 台達電的股價走勢把它接續起來 然後他會告訴你 你應該在11月1號 勇敢買進台達電 你知道嗎 全中華民國都你最厲害 你買進之後 每天去 你說台達電在11月之前 簡直是讓人唾棄的一家公司 你知道嗎 股價每天跌好像升不見底 不知道要落到什麼時候 但是它為什麼從11月1號開始漲 好 我們來看下張圖 來 各位請看 這是大膜AI 也就是說三個月前 當大膜針對整個AI 做了個列表之後 哇 AI股就開始跌 你知道嗎 就每天跌 簡直是跌到 阿嬤不會真的阿翔 所以我們來看優勝 好 我們說這種情況用什麼 用KDJ來看 這個KDJ跟KD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KD會失真 那個不叫鈍化 那個叫失真 所以我們看這個J J 你只要看J J叫反轉指標 我們講過 你要找那種負的 負11 負13 你不要管正的 正的你就跳過人過 你知道嗎 你都看負的 你有看負的 就它的零軸之下的 對 你有加入Light 8的 你看一下大膜的AI 就是AI相關看 你要找負的 你不要看正的 通通是負的 好 然後你要看第二個是什麼 箭頭 它是負的 箭頭是往上的 他就跟你說 我就是跌身 我現在要開始去 好 所以我們再看剛剛上一張 來 各位請看 對 這個是不是負15 你不要跳一下 負15箭頭是往下 它還會路 這多少 這負16箭頭是往下往上 往下就不能買 負15箭頭往上 不是跟你說我要去 然後負13往上 負8往上 你是不是一直去 它不就一直漲嗎 所以你怎麼去看 你可以從我們的得分表 這個KDJ 我有幫你做追蹤做比對 你不要挑正的 你不要怕正的 你要挑是負的 比方說四星 3661的四星 站上集結區 這很強 問題是 它是正36 箭頭向上 你看今天 正34 箭頭向下 你一看就知道它轉弱了 就不用猜了 就是說 我一直認為 面對證券市場 我們可以把複雜變為簡單 用一個最簡易的方式 你直接就判別 那整體上呢 除了大模AI之外 比方說像AI的細光子的部分 一樣 你就去找 第一個 你找有站上集結區的 比方說 以細光子部分 目前有站上集結區 則有資邦 有細格 特別是 我覺得你要稍微 關注一下細格 它不算站上集結區 並且因為該公司有發CP 股價佔上轉換價 這就是 未來這兩個月 我們覺得都是有機會 做發動的標的 好的確 KDJ怎麼做觀察 前兩天老蕭老師 在我們股市同學會裡面 都有跟大家做非常詳盡的教學 這J指怎麼運用呢 其實老蕭老師在Light裡面 也會針對KDJ每天的變化 來做更新 大家找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老蕭老師來提出 大家來聊一下這個 這好看起來季報 11月15號之前要全數的公佈 現在人家說這個季報 就像是卸妝水一下 一樣就可能看好壞線型 完全藏不住 南茂打回了起漲點 看到網通股有辦法 來拚高成長嗎 另外電影投控的部分 被關了 但是PCB並沒有看淡 今天高季持續的創高 買的人續報嗎 請問建民老師 休息一下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11月15號之前 上市規公司要公佈第三季的季報 那在季報公佈前 有一些轉長的個股 是不代表暗示的它的季報很不錯 大家可以來卡位呢 而11月15號之前 要公佈Q3季報 11月10號想要公佈10月份營收 包含了被動元件 包含了網通 被動元件是股底反彈 消費電子回溫 激報可以期待嗎 Q字可以更好嗎 另外網通股的部分呢 營收數字都非常的漂亮 怎麼樣來做關注 一個是鹹運翻身 一個是之前有回檔 現在轉牆怎麼樣來做留意呢 另外我們看到技嘉的部分 AI概念股 怎麼好不容易挺過了壞消息的亂流 營收的部分怎麼會自己打臉呢 之前傳輸啦 報紙講技嘉千億元營收 年度的營收會達標 就技嘉自己發重訊說 沒有這是媒體自己法人自己猜的 我們沒有這樣講 哇這自打臉之後呢 讓技嘉的股價好像有一點點 就受到了壓抑 但是AIPC大家都在做 明年AI還有沒有機會呢 好金銘老師休息了三天喔 那身體要請保重 但是第一天 如果在禮拜一當天 我看節目的人一定留意到喔 金銘老師有說 哇電影看到有轉牆的味道了喔 當天也說到大家可以留意PCB的擴散效應 但可能電影太多人關注 今天開始被處置被關緊閉了 但PCB今天的股價很多檔喔 這個上下游擴散效應開始顯現了 包含了什麼今天的建榮啊 富橋都大漲 好老師我想問喔 電影被關 有沒有影響到他整體的這個 犯攤的氣勢 那這擴散效應 可以怎麼樣來做留意呢 事實上在禮拜一的話呢 我有針對電影頭跟我說 已經回到這個主力的成本區了 對就是之前的起漲點 對那我覺得就是要找一個 絕佳的進場時機 結果到了10月31號 剛剛大盤出現一個崩跌的走勢 當天融資是大減28億 然後那個時候呢 這個因為我們 金管會主委的話呢 黃天木他也講說 這個萬六是一個 閉首的一個關卡 這盤中的話看到破萬六 可是呢到收盤的話說 收到萬六之上 那當然的話那大盤 昨天是大漲三百多點 今天繼續漲一百多點 而且是有效的佔上這個季線 那我覺得呢 接下來下個禮拜呢 很有機會呢 再繼續挑戰這個半年線 那定義通通通 因為呢這個受了太多的關注 現在關緊閉 那大概是10天的話 那分盤交易 會在11月16號 那是最後一天 然後隔天的話 就做一個解禁 我們看一下這個K線圖 你看這個 五日線 時日線幫他打出來 五日線跟時日線 五日時日線幫他打出來 好老師我們早點一下下 然後下面就是放成交量嘛 對不對 對成交量就可以了 好來 我当时 好来 老子李 我给你 好你注意看 他这个 通常的话 他这五日线是一个 短线转多 或是转空的一个分水里 那之前也讲说 如果说一旦呢 有效的跌破这个五日线的话 你就要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那么在前天的话呢 有效的站上 然后昨天的话呢 持续的补量上工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外资呢 好像卖超很多 其实又是凯基哥 对 我之前讲说凯基台北 而是隔日冲 很盛行的一个券商 那他们可能也知道说 今天可能要开始呢 每五分钟开始撮回一盘 那量会比较少 所以他会把资金做一个撤出 那我觉得呢 在最近的一个 下个礼拜的盘势的话呢 他可能呢 还会持续的做一个 什么震荡整理 我觉得只要能够 守稳这条十字均线的话呢 都是很好的一个 进场的一个时机 那如果说呢 一旦呢 补量往上公路的话 我觉得有机会呢 来挑战这个 越线的一个反压 好 那这个 PCB的定影投控 先这个静观休息 观景闭一下 但是整体的资金行情 依然还在 礼拜一的时候 老师又提到 这个5439的高际 那我们今天的 热门股的分表 也帮大家做一个更新 今天最强的就是 2388的威声 应该不是说最强 连续两天都非常的强势 那2388的威声呢 在中国的布局 开花结果 真的是看到了 蛮明显的转机 老师怎么做关注 哇 他们真的很妖 以下就是要涨就 涨得很凶 要跌也是没有给你再客气的 那这两天的涨停 工高 后面怎么做观察 事实上我会注意到 在最近的盘面的话 都是看一些消息面 或者说有公布一些财报数字 不错的一个公司 表现不错 那威声的话 他的子公司威虹的话 他有加要这个大陆订单 甚至说他六奈米的一个 这个产品的话 会在第四季开始 逐步的一个成型 然后明年是逐继的一个 放量作为一个出货 所以你看今天的话 表现非常强势 那我们的这个热门股的 平静特效的话 出现五颗红灯的满分 表现不错 今天这样配合的话 还算不错 那礼拜一有告诉各位 这个所谓的 车用PCB的高季 创高 你看今天是五颗红灯的满分 是改写历史新高 所以这样好的股票 因为有基本面的支撑 甚至说他第三季 即将可能在下个礼拜 还会公布 我觉得应该会不错 因为春江水运奶是谁 压先知 就是还没公布前的股票 动了这么快 可能Q3的季报 会给大家还不错的惊喜 对 就像网通族群 你看那企迹突然公布 第三季的财报很亮 涨停 昨天之前涨停满 今天继续的冲 那我们就注意到 智邦的话 是这个网通的一个龙头 那一样的话 他现在就是缺这个量能 有效地做个递增 如果量能有效地放大的话 我认为的话 他会有这个四颗半的一个红灯 要三成五颗红灯满分 那么华兴科的话 是属于被动元件的一个族群 他公布了一个第三季的财报 非常的亮丽 现在就是欠东风 因为今天量能稍微 表不足 表不足 那我们给他四颗半的一个红灯 那如果说在网通族群里面的话 你可以注意到质疑的 他一个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也是相当不错 待会我会帮各位做一个阐述 好像普遍人来说 网通股的第三季财报 都还蛮亮眼的 对 其实他就是这个有刻意的 这个有心人士 故意做一个压低进货 你会发现他这个 之前的跌 K线图好像看起来比较很难看 最近话我会告诉说 这个投资品的话 他好像有机会 形成一个V型反转 真的 就回到之前起跌一点 那难冒的话 这个因为公布的第三季财报不好 那第四季说持平 你要知道这个持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他你看看他不断的扩廠 不断的做一个这个增加产能的一个运作的话 他既然第四季的一个评估的话 会是持平 所以今天打跌停板 非常弱势 我们给他五颗蓝灯的最低分 那技嘉我之前就很早就提醒各位 你不要这个跟股票谈恋爱 之前从一百二三十涨到这个两百多块 那两百多块 看到外资先开始卖 再的话投信的话 持续做一个卖操 所以纯粹就是筹码面的一个问题 今天的话呢 还是给他施坑办的一个蓝灯 好哦 那我们从K线来一档一档做观察 那威胜我就讲他子公是威猴 拿下中国的一个专案 就是表现这个是出乎市场的一个预期 因为之前可能没有预估到说 他会有这个拿到这个欧美的一个AI的一个订单 所以不是说AI所有股票都会什么 都会说比较弱势 那有的股票的话 那或许他在明年的话 会有很大的一个成长力道 那么威胜的话呢 他这个6nm的处理器呢 Q4做个头片 然后明年的话是逐季放量除火 逐季的意思就是一季比一季好 所以市场上就在反应这样的力多 原来 那技术面能不能你先知道呢 所以我一再的在节目中 交给各位所谓的一个反转形态 这也交给各位所谓的这个 三角形的反转形态 你看它是形成一个对称三角形 为什么讲对称三角形 我们中间把它画一条线 大家学过数学的理论 这个角度是一样的 叫对称三角形 对称三角形态 那刚好在昨天 有带量突破一个什么 对称三角形的整理形态 通常的话呢 如果是一个底部反转向上的话呢 它必须要带量 带量做一个确立 今天的话呢 持续往上攻坚 我威胜的部分呢 看到了除突破了对称三角形态之后 连续两天的工长 当然也搭配基本面的力多啦 那老师之前呢 会从这个股价的这K线形态 告诉大家一些技术面上的教学操作 今天帮大家来复习一下 好吧 那么道士理论有所谓的一个反转形态 跟整理形态 那整理形态的话呢 你就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去学 那个是可能你要去考什么研究所 或者说财经研究所 要当博士 那我们就是要赚钱的话 就是看所谓的反转形态 那道士理论所谓反转形态里面呢 三角形反转也是个最常见的一个 这个属于一个形态学 那所谓的话呢 我刚刚就教给各位这个 微胜的部分是对称三角形 对称三角形的整理形态的话呢 它会在一个收敛的末端的话呢 它会有个什么 带量突破 然后越早突破的话呢 它的整理可信度是越高 往上突破要带大量 那如果往下跌破的话呢 就不需要带量 就像刀子我们往下掉的话 你不用用力嘛 地心引力对不对 但是如果投篮对不对 要投分 要用力 要用力 要有这个力道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 上涨必须要带量 然后下跌不需要带量 那上升三角形的话 这属于一个多头的一个 这个整理形态 一旦呢 照这个带量突破的话呢 通常会有个等幅的一个涨幅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可以预测一家公司的一个目标价 就是这样来判断 那么下降三角形态 望文生意就是趋势要往下 看起来好像说 有机会呢 然后震荡成要往上做个突破 可是因为你看 至于它这个底下呢 是一个水平线 通常跌破的几率很大 不需要带量 它具有一个测量的公司 我们可以测量 一家公司呢 它的目标价是到底怎么 去做个研判 好 我就是刚才运用在这个威胜上面 是一个对称三角形的突破形态 那我们复习一下 礼拜一的时候 建民老师回来 节目还特别讲到 是5439的高际 那高际也是一档PCB相关的概念股 那也有这个车用版的部分 老师高际今天在创高 如果说之前有买进的人 其实度过了礼拜一的甩轿之后 现在继续的报稳报牢吗 事实上高际的话呢 它是属于这个电路车概念股 那我们通常会注意到说Tesla 好像最近股价表现比较弱 但是昨天大涨 对对 你要知道这个不论是中国大陆市场 或者欧洲市场 这个才是什么电动车的主轴 所以我想好像这个 它的车用客户的话呢 是难过在北美 还有欧洲的前三大车厂 现在讲说这个欧洲的这个景气的话 那好像复苏的力道没那么强 可是呢 因为他们有这个零碳牌的一个要求 所以呢大部分 必须要换 要做一个转换 所以转换的效益会非常大 那我这些价格外呢 它是属于一个导撞反转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阻力非常这个恶劣 他故意做一个回补 对是 那你注意看 通常我们要判断是看它的收盘 收盘价格如果没有说 在这个红黑线的上缘的话呢 通常这叫做什么 故意做一个回补 所以老师我想问 通常投资人买在盘中看的时候 他看到我的股价怎么跌破 之前的这个跳空缺口 但是先不要急的卖出 观察收盘价隔天再做处理 你看这边的话 他故意做个甩轿洗盘 配合着什么 量缩 通常量缩的话 这绝对不是出货 要出货它一定是什么 大量五下刷 大量 对 你看流哥长的上线 那天是量缩 那如果稍微你忍得住的话呢 你看忍到今天的话呢 是不是又创历史新高 所以说在技术面的话呢 会领先呢 它所谓的一个股价的表现 好 那另外下一档个股是 智邦 那智邦的话呢 是很多投资朋友的话呢 会觉得说很持优 但是股性就是很温吞 他可以这样直接跳空往下跌 然后呢 也可以整理之后呢 今天又突然的 大量往上攻 那主要是因为 他的公布第三系的营收的话 你看YOY成长八年九个 %是创同期的历史新高 第三系能够创历史新高 表示说他一定有一个 这个接单的力道很强 或者说呢 有些呢 这个新的产品推出 那么他从前九月的一个营收 前三季的营收的话呢 YOY也是成长13个% 从下同期的历史新高 所以最近有很多 网通概念个股 被大家所忽略 或许你看 看技术面看起来很弱势啊 可是呢 一旦呢 他公布财报数字的话呢 表现都非常非常亮 当然我们进一步的资讯的话呢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一个 Liar里面呈现 好 那下一档股票 我们看到是 这个被动原件的华兴科 这个也是季报可以期待的吗 对 华兴科的话呢 他公布在前天公布的 第三季的EPS 2.1元成长呢 100个% 创八季新高 那么前三季的EPS 4.49元 表现非常非常不错 那么三大法的话呢 你看春江水奶 是什么 法人先知 连续四天 天天买 同步战略买方 大买了8519张 所以为什么今天股价的表现呢 还非常亮丽 另外的话呢 你看到在前天形成一个 向上的导栏反转 所以就好像威盛一样 好像之前的那个高气一样 如果在那边买进的话 你看是不是呢 短线上的获利幅度 会相当的精明 这短线上面 因为他距离五六线 有一点点远 那怎么切入啊 那么当然话呢 我们就看这个 曹宏K棒一半的位置 甚至说呢 在昨天的收盘价 比较强势的话 他守住这个收盘价 那稍微呢 如果大盘表现不好的话呢 至少也会守住这个 曹宏K棒一半的位置 曹宏K棒一半 反而是可以介入 比较安全的位置 好 致意 致意的话你看 就是形成所谓的V型反转 V型反转 对 这个就是大家很喜欢的V型反转 因为呢 通常做一个破底翻嘛 大家看 对啊 他就是破底的隔天大涨 就是要把你的筹码洗出来 然后你看连续两天上涨 我认为有机会呢 回到之前的一个起跌点 好 那弱势股 也要来追踪一下 一个是南茂 南茂就是要公布第三届 才有不好 创近五季的一个低点 然后说第四季的话呢 可能会持平 持平呢 我们的看法就是什么 要准备衰退 所以如果讲 最近公布说Q4的展望 是比较保守持平的 你的手中股票是这样子的 要小心 对 现在市场解读就是比较这个 偏虚比较这个悲观的看法 你看 这个属于这个双重顶反转 现在是要说 反转向下 反转向下的一个形态 所谓的M头跌破颈限 而且呢 它不但是什么 价格的跌破 而且量的报答量 这更危险 好 技嘉 那么技嘉 我自己就提醒各位呢 一定要什么 趁反来赶快买 你看10月26 出现空方的一个 60分的空方量 这边的话呢 你要赶快跑 不跑的话 就是60分K 11月2号的话呢 一样呢 这个前60分之后 出现空方量 你不卖的话 你又是破底 所以你看投信的话呢 已经什么 连续六天卖超 连续大卖呢 8494张 融资却增加 不利筹码面 好 的确也感谢建民老师 这回来呢 告诉大家 盘面上面热门灯号 这个相关个股的观察 有问题呢 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 上面的联络资讯 广告聊一下 这苹果的柴包不够甜 昨天呢 让很多的苹果民啊 有一点点下巴掉下来 苹概股瑟瑟发抖中 但是苹概股位置够低 买进不用怕被烫吗 哪些股票比较好呢 请问展哥 休息一下 所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呢 清晨苹果是公布了 上季的财报啊 哇 让大家有一点失望了 大中华营售150亿 0.8亿美元 年节2.5% 高层还说 这一季第四季啊 什么感恩节旺季啊 黑色星球啊 圣诞节都没救啊 没有办法恢复成长 跟去年持平暗示 年底忘记落空 但库克也说 他正在大力投资 生成式的AI 好 除了iPhone营收 有年增预两成之外 但中国市场不好 库克很担心 因为毕竟中国市场 占iPhone营收20% Mac营收年减 iPad营收年减 在服务部分呢 是呈现了年增16%的幅度 因为呢 最近MACI要半年度调整 投过法人点降 可能会新增 世新抬光店 奇红跟文业 剔除的是 真顶 易峰 宝城 普瑞 还有巨大 而最近大家在讨论的是 高股息ETF换股潮了 这些涨很多的老AI 被踢掉 难道卖压还没结束吗 那纳入的股票 现在真的可以买吗 当中有非常 大家关心的是红海 好 尽管说老AI 有这换股卖压的利空 可是最近老AI 有看到不破底 慢慢回温的迹象 好 展哥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整体的方向 我们先来说了 消费电子的回温 大陆的华为 卖得非常的好 那iPhone今晚在大陆 有一点点卖不太动 但其他市场的状况 还算是OK 老师说最惨的先复输了 这个消费电子相关的 平盖股 手机这个概念股 有看到 谷底回温的迹象 昨天讲到 文帽的关键价位 我记得是140到148 老师说只要站上148之后 就有机会转强 今天文帽是一个小跳高 就一直稳在150块钱左右 平盖股尽管苹果营收没有很好 大家瑟瑟发抖 但是已经跌得这么低的 这个时候买比较不怕被烫吗 就文帽 我们讲的时候是说破底班 对 应该前天在讲 那当然我们是说141跟148 我说即便回设141守住 我觉得还是OK的 那守住148应该就是偏强 来思考 就今天继续上 那当然上来之后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就要注意 如果来到163左右这个位置 如果上不去的话 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调节 那今天其实稍微收个上影线 其实也是对应这个缺口 所以其实大家记得 我通常我们会这样讲 其实大量区是一个重点 那没量的就是所谓的缺口 也会是一个重点 所以这个地方的价位 大家就要注意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也下礼拜 要注意一下 这个缺口的下缘的这个位置 那当然在操作上面 我们会建议 因为现在这个盘 如果一般的散户 可能不会这么有信心 想说一路报上去 所以其实你可以 借由一些短线的调节 但是抵单可能要报住 大概是这样 然后尊讲起跡 我们也是说这个地方 这一群人 被昨天这阵涨停 都已经突破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说 守住134 还是维持强势的格局 就今天就这么刚好 就是来到134 所以只能说准 不过当然操作的部分 我们自己频道会讲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 然后再来 另外的话题就是说 现在的散户恐怕 也没有这么敢买 对 那我们当然是 目前先给大家一些 比较稳健的标的 刚刚有提到说 高股息的调整 我们再帮大家做一个复习好了 比如说复习 再做个整理 因为其实之前10月的时候 我们讲联发科 之前我们也做过联阳 对 你说其他的 有一些个股 之前都有推荐过 但是呢 今天再帮大家整理是什么 我用这个预估的殖利率 预估殖利率 好 因为目前的殖利率 一般软体算的 大概就是用今年的配息 用预估的殖利率是怎么样 跟大家讲一下 我大概的计算 大概是用近世纪的EPS 然后去乘上 过往可能平均五年的 那个股利支付率 然后去计算的 所以这样算起来 可能会比较接近 明年要配的状况 那这样算完之后 我们就发觉 其实汉糖好像不错 有9%多 所以汉糖最近维持强势 而且实际上 它的业绩的成长也还不错 对 面对幅度很惊人 对 而且我们有说 CoVeus产能 可能明年要增加2.5到3倍 对 然后再来联电的部分 难怪联电最近好像也蛮强的 所以联电还蛮高的 对 但是有很多同学跟我说 老师我套在58块还有机会吗 其实还有一点远 但是没关系 我们就继续看 然后再来 瑞宜好像也不错 瑞宜还有一个什么 瑞宜它还是苹果概念工 它是唯一的背光模组供应商 它的殖率现在状况也不错 然后其他的像包含星浦 连强 连强是之前我们也有推荐 连强跟大连大 但是大连大稍微下来了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从技术面再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首先 汉塘 汉塘这个部分 其实你看这一次 是不是季线 季线 季线 每次点到都上去 对 没错 这就是我们过去常讲的 是叫均线的惯性 所以它每次回到季线就守住 然后这边还在创高 但是你想 创高刚刚我们算它支率率还非常高 还有9% 所以有没有机会 你看 这是不是投信一路买 对 这种就是典型的ETF买盘 没错 但是你看近期还有什么 外资也进来买 所以从筹码面子的角度我觉得不错 从子律率的角度也还可以 然后再来成长性也不错 但是当然连电的部分 今天这样上来 其实之前我们就说这里 其实是有点WD的迹象 对 然后这边是不是回测到季线 就是法说会的时候 对 这里回测到季线但是守住 然后今天包含立基店 也会很强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提醒大家 从那个成熟制成的角度 消费性电子有没有机会回温 其实是有的 确实是有的 然后当然这个部分 投信的买盘没有问题 然后外资这一段是外资倒下来的 但是你看这两天外资回流 外资回流买什么 全职股 所以它有全职股的概念 所以有职域保护又有全职股的概念 然后又有外资回流的题材 然后这个部分瑞宜 瑞宜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个唯一的B150供应商 一样这个地方 投信也是 一直买买不停 对 这就是典型我们讲的 ETF买盘 但是这一段这样上来 这个季线都没破 OK 然后这边是一个整理区 它是不是突破完拉回 其实守住整理区的 所以在这边附近 其实我觉得还没动 这个位置还不错 满田的 对 而且季线附近 季线在这里 然后在月线这里上下整理 所以基本上它还是属于在整理区的 然后你有高职率的保护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选择 安全安全 你不太敢买太积极的 就可以买稳健一点的 但是新浦 其实新浦之前 我们在这边就有介绍过 然后后面这里 一样 ETF的买盘 然后在近期你看 外资也偷偷在买 那当然这一组 因为过往它的状况 最近很多人在讲说电动车的问题 但是OK 它电池模组 我觉得基本上它业务还算稳定 所以你说这个位阶 其实我觉得也还OK 然后近期这里 其实也有一个 小底部的形态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几档大概是 目前排序还比较前面的 一些所谓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ETF ETF的概念 对 OK 然后里面还有谁 群光 群光当然群光集团 群电当然不是ETF的 对 所以群光的买盘 也是ETF买盘都没有问题 很稳定 然后它目前的那个 它的那个殖利率 大概5.72 所以我觉得状况也还OK 然后这一段其实是不是 也是沿着月线一路走 而且群光其实我觉得 它股性还算稳健 就是不会大起大落 对 那操作起来又有高持续的保护的话 我觉得也是相对安全 那另外这个群电的部分 群电当然近期反而有注意它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 昨天还前天 前天我们在讲说 那个AI的PC的题材 对 因为它是PC的那个供应链 所以你说近期 它这一段上来之后 其实做个整理 那这边是不是寄线在这里 今天是跳空站上寄线 所以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小底部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 你说这个价格到这里 其实都有限嘛 你只能抓个10% 你可能就射到这边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操作上面 它也有4点多%的殖利率 然后再加上所谓的PC 换机槽的题材 对 我觉得这个这一组也是有机会的 然后这部分都是相对 比较稳健的个股 我给大家先做个参考 好 那昨天展哥 其实在节目最后有特别提到 有关于苹盖股 老师认为可以留意 那只不过今天有一点点 美中不足的是 苹果公布的财报 似乎没有让市场非常的满意 那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 有一点点成长趋缓的情况 但是库克也讲了 我们正在很努力地研究生成是AI 会不会灌到手机 会不会灌到PC里面去呢 可想老师未来一定是往这样的方向来前进 老师我们来观一下瓶盖股 看过去有一些很强 包含了轴承的新日新照 那有一些弱弱很久的 包含了像是303C的星星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就是名门正派的苹果供应链 是可以照单全收吗 还是一定要好好的调 当然我们先补充一下 刚刚最前面一开始明君在讲说 那个Mac部分在衰退 其实我们就在讨论说奇怪 反正就没有新品当然会衰退 很合理 所以说现在新的推出来 用M3晶片的 M3晶片全部都是三奈米 所以你说第三季台积电的三奈米 我像都是苹果贡献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台积电 好2330 其实我想台积电应该也很多人很喜欢 只是该不该买了 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了 可以买了 应该是这 因为这里你看再测一次 也是低不过低的一个形态了 然后这边是季线刚上来 所以昨天刚好增上季线 而且昨天的状况是什么 直接一个跳空上涨 直接突破月线季线上来 然后在这里整理 所以你说坦白说这里前面 可能530附近 就是应该是这一波的低点 然后再来明年 我们也一直讲说 明年很多大厂都开始会 切入三奈米 其实照理讲 三奈米毛利率应该要更高 理论上是这样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 如果它持续增长 我觉得台阶应该是一个好买点 然后当然它也有一个 全资股的概念 外资回流也一定会买它 那其他的状况 我们稍微把一些重点mark出来 第一个成长性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照例好像不错 那昨天我跟那个照例老师也在聊 照例老师又说 照例应该是比较接中国的单 但是因为我们看很多法院报告就说 照例应该是有接到 那个苹果的轴层的单 真的吗 因为过去苹果轴层 好像都是新日新在吃嘛 所以你看新日新 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强 但是你看整个业绩来比的话 照例是这样 成长七成 然后它是大概负的4.77%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注意 因为从基本面 营收成长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照例好像是不错的 然后其他的 像双红也还OK 但是因为这一段期间 其实散热有点长有点多 也是因为AI的打击 对 而且齐鸿的部分 之前我们有讲投信的筹码的时候 齐鸿现在投信数大概18% 属于有点偏高的一个状况 但是其他的状况 我们再从什么 殖利率来看的话 其实你看这一个好像也不错 晶圆 晶圆 对 但晶圆公式比较小 流动性稍微差一点 但是你如果从这个价值型投资的角度 这个殖利率我觉得还OK 而且它是算是就做键盘类 软格有特别 Mark出来 对 也算是稳健的 就是Mac笔店相关的 对 然后再来这个客家 客家其实之前我们就有讨论过 就是说之前就传说它打入 那个苹果供应链 然后现在看起来 你看第一个年征率不错 然后再来本益比其实也不高 然后殖利率也还OK 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 虽然股性稍微有点活泼 但是好像还是OK的 然后其他的你说像真顶 其实它本来就是相对的殖利率比较高的 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可以注意的 你骨架牛 对 但是比较牛 来 那我们从技术面再来看 这个是照例 这一段上来 当然前面 其实这里应该 这里有点可惜 这里应该要帮大家找到 因为其实这个时间点是什么 它有发CB 对 这个真的是 糟金去 没有抓到它 有点可惜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不错 到这边都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就报的不会赔啦 几乎 对 而且沿着月线一直走嘛 对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 现在月线在多少 145 其实坦白说这个位置还不算 月线附近 对 可以切入 而且这边其实有一个小小平台的概念 有突破的概念 然后你看近期是不是外资也在买 投信也在买 对 好 再来新日星今天就更强了 所以昨天我就在看 照例跟新日星 而且这个是什么 这其实是昨天我在我自己频道 去点频道 所以今天早上你有去买 你还买在这里 所以大家要看一下 展哥的频道 找一下展哥的资料 因为毕竟十分